上届大选对巫统狂轰滥炸,大骂盗贼统治 不过下届大选转过身来 西蒙是不是真的会跟巫统合作呢? 从近期西蒙几位老大放出的风声 似乎要选民开始做好心理准备 要跟巫统合作并非不可能 那么上个星期西蒙老大安华在记者会上表示 他已经跟巫统领袖有过非正式会面和谈判 不排除未来跟巫统合作的可能性 而之后行动党组织秘书陆兆福也主动出来说 巫统和火箭协商合作可能是解决当前政治危机的出路 行动党愿意谈 那么现在就看巫统愿不愿意坐下来谈了 巫统和西蒙从上届大选有你就没有我的敌对阵营 到现在双方是慢慢拆除围墙 也没有在交火 而且关系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暧昧了 西蒙和巫统是不是真的有可能会抱在一起 那如果可能的话又会怎么抱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抱得下去呢 八点最日报专访了蓝眼和火箭的两位领袖 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口风 上届大选势不两立 下届大选巫统和西蒙可能会合作吗 共产党宣传主任法米和火箭组织秘书陆兆福受访时都认为 大马政治局势不断在变变变 什么都有可能 在最新政治生态下 巫统与西蒙两大成员党火箭和蓝眼都有可以合作的理由 首先巫统和火箭在选区上是零重叠的 在最难妥协的一起谈判上 根本不用争 更不必抢 对行动岛来而言 这个问题不存在 因为我们跟巫统重叠的这个选区完全是没有的 除了一两席 最主要就是可能设计马轮和高原大量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跟巫统谈判一席 这个问题不存在 所以最终的 最终的 阿弥陀和DAP是一种完美的合作 一种完美的合作 巫统和火箭 一个打马来区 一个攻华人区 从一起分配上来看 根本就是政治因缘里的 完美的合作 千座之和 当然有合作的理由 而巫统和蓝眼又有什么合作的理由呢 理由是土团党都偷走他们的一员 土团党现在是巫统和蓝眼共同的敌人 那么敌人的敌人 就是改变了 阿弥陀,当 Dr. Mahadeh was prime minister had 16 of their MPs stolen from them from阿弥陀 and they joined BESATU and then we've got 14 MPs from PKR, from Qadiland who under Tan Sui Nuhidin these 14 MPs left Qadiland we hate to say it but some of the problems faced by阿弥陀 as a party is what PKR faced so we have suffered the same way 国阵跟西盟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说大家都不满 这个国门的政府 武统的领导层也不满 特别是这个土团党 组成的这个国门政府 西盟肯定不满他们 因为这个是他们导致到我们倒台 他们是陪伴我们的 所以这个是现在目前 西盟跟武统有唯一的共同点 找到合作的理由 自然有合作的可能性 不过当进一步问到 西盟内部有谈过跟武统合作的可能性吗 又会怎么合作 是选前合作还是选后合作 或者还有其他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合作方案呢 法米和陆兆福都相当保留地说 一切研制过早 实话都还没一撇呢 在西盟的立场呢 如果有这样重大的决定呢 西盟三党都必须要同意 才能够进步地来进行 公正党主席 在西盟里面 他已经很清楚交代说 没有讨论到大选的合作 到这个阶段呢 西盟还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讨论 所以这个是完全是外界的这个猜测而已 I don't think it's Now is the time to really guess what kind of political relationship I think what's important to know is right now Ka Adelan, Amanah and the AFP have stated that we have certain guidelines 从两位领袖给出的理由和口风 都不难听得出来 西盟未来如果跟巫统合作 这绝对不是不可能的事 实用党组织秘书陆兆福认为 以我国现在的政治局势而言 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排除 任何合作的可能性 特别是在大选之后 所以选民其实也要有个心理准备的 马来西亚政治洗牌之后 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政治组合 陆兆福说 未来马来西亚的政治 我们必须要避开 只能由一个政党 一党独大去产生政府 如果能组织大联盟政府 这将会更有利于我国的政治稳定 比如说在欧洲的德国 每一届大选几乎都是选举之后 才来谈条件 选完才来谈要怎么组织政府 那陆兆福就补充 这并不是说 这个可能性就一定会发生 但是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想象 考虑和讨论 让马来西亚的政治论述更加成熟 他说 如果各个政党都摆出高姿态 完全不要讨论的话 那么大马政局就无法继续往前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